大小小 哈 旁边的大车 哇 这嫌弃我妹太大 太厉害我 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们正在二环路这边 大家都知道 之前姐姐买了一辆北东新吧 我们之前练车都是在春到 香到去练的 基本上没有来过 市区这一块二环路 所以我们就到 二环路这边练一下车 姐姐已经到红绿灯了 现在是红灯 不知道等一下她会不会起步成功 烦不烦 有没有信心 老爸说肯定能起步成功的 只要加点油 然后游离配合要配合好 姐姐有点紧张 看旁边已经有车停过来了 后面也有车要开过来了 不知道等一下万一起步不成功 后面要低我们了 一辆小货车 50 后面有车哦 紧张吧 紧张 不要紧放心放轻松 你一定可以 起步成功的 哈哈哈哈 可以到啊 来 准备要踩离合 踩煞车了 怪异党 来 绿灯 哇 起步成功了 完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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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我有点紧张 等一下回来的时候要让我开 哎呀这个起步 我的起步 啊 现在想想啊 紧张 游离配合啊 那个一紧张 那个游离就配合不好 所以就熄火了 二环路这边呢 车子其实不算多 比起市区来说真的不算多 就是我们开出来这边练车 是老大开到二环路的路口这里 然后我们才练的 然后之前很多车的那些路段都没有给我们去开 因为主要还是因为我们那个游离配合 就是怕紧张熄火 因为车一多你就经常要慢慢要停 停了又起步 不断的停不断的起步 所以 对于菜鸟司机 先手司机来说真的是一件大难题 看现在就到二环西路的镜头了 这边这条路呢可以通到湖眠 然后再从湖眠那边去机场 安全带 我现在脚底对油门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换了一双鞋子 这双运动鞋的鞋底有点厚 我感受不到脚踩的重力 轻重力 这双鞋子 一双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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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没有开车了 我感觉没有车感 尤其是我还穿了一双后底的鞋子 这鞋底后我踩油门 我感觉都没有轻重了 难受 等一下网友们看到这个视频又说 旁边的电车跑得比我还快 笑死了 现在这周围的车啊 感觉比我们之前开乡道 开那个村道的要多车 哎呀不免有点紧张 后面有车吗 不知道后面有辆大车 迷你远的呢 迷你远的呢 迷你迷你远 迷你迷你迷 迷你迷你迷 好 迷我迷你迷 加油 后面的大车 哇 嫌弃我迷太大了吧 太低估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我后面的两队实习天 远我远的缘故 但是因为我后面那iggle 如果一般见到实习的车呢 正常是不会滴你的 因为越低你你越着急 越紧张 一紧张等一下就熄火 你炸了 这次保持得很好 外面没车了 麻烦死我了 我看我现在居然要上到60块了 别乱搞 我看你很多了 没关 现在就在转弯 请外面卸一下 我看这个红绿灯怎么那么快就到了呢 前面的红绿灯这么近呢 对呀 总共就两个红绿灯而已 我能过去吗 我现在在呼吸 拖挡滑行 就慢点要控制好 反正慢慢开是可以的 不要碾到白线好不好 我知道之前有老司机说 哎呀 手动挡的乐趣就在以空挡滑行 省油 老爸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要想省油 就是这么一个小方法 小窗门 短距离车速慢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但是车速快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的 对呀 对呀 我这个我网上看了 有那个专业的老司机说 如果是短距离的 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呢 是可以空挡滑行的 这样可以省油 但是如果你速度非常快 然后你还空挡滑行的话 就很危险 嗯 你加油 快点 加多点油 不要舍不得加油 要不要学别掉了 后面又滴你了 嘴辆 还有 嘴辆 谁辆车滴你 你们都是大的车滴我吗 油证的车滴你 你刚刚 太恶奇我 哈哈哈哈 谁叫你骂嘛 你骂了 就是人家就敌你啊 好吓人 开着门骂 他可以给我们杀了你 OK 今天的试炼到此结束 看看外面没有人 下车 好了 我们现在啊 今天的练车到此结束了 准备要去接弟弟 弟弟之前不是去柳州上大学了吗 现在呢 寒假了 听说他们的寒假要放两个月 哇 这疫情搞的 寒假都放两个月了 都不知道他们暑假到底还放不放 暑假搞不好他们就放 不止两个月吧 搞不懂 搞不懂 可能颠倒过来哦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火车站了